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 回头一看却什么也没有 除了地上那只还在转动的玻璃弹球之外 一切都正常 好奇的女主将弹球捡了起来 可这时一个脸色惨白的鬼男孩突然一闪而过 女主被吓坏了 随手就将玻璃球扔进了下水道里 女主又揉了揉眼睛 鬼男孩又消失了 看来是自己眼花了 随后女主乘坐电梯来到了小超的家 可敲门却没有人开 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就在这时 楼道里的消防通道隐隐有声音传出 女主不由自主的走了过去 只见又一颗玻璃球从里面掉了出来 而路过的保安大叔告谢女主 不要随便在街上捡东西 他们不赶紧 话音刚落 一个红色的人影在楼道里一闪而过 女主追了出去 正是他的男友小超 女主激动的上前就要拥抱 可是小超看起来表情很不自然 似乎是并不欢迎女友的到来 还有一点不太正常 小超开的不是自己家的门 而是隔壁邻居的房门 女主意识到 小超可能在自己离开的几个月 令结新欢 正要发作时 可经过小超的一番开导和甜言蜜语 加亲吻拥抱 很快就失去了理智 打消了疑虑 小超是一边拥抱着女主 另一边却悄悄的将钥匙扔到了窗外 看来是怕泄露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一夜自然是温存无限 两人相拥而眠沉沉的睡去 第二天一早 小超缓缓的睁开了眼睛 却只见自己被一片水给包围着 而他的上面是一具悬浮在水中的女尸 他被吓坏了 尖叫的坐了起来 原来只是一个噩梦 此刻的女主 已经是早早的起床创作音乐 而小超则趁机跑到楼下去 捡昨天扔掉了钥匙 结果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 他只能是小心翼翼的 去敲隔壁邻居的房门 可敲了半天 始终没有人应答 因为着急去上班 他随手写了一张纸条 从门缝塞了进去 希望邻居看到后 能够原谅自己昨晚的不告而别 看来这个邻居 应该就是他金屋藏的胶了 另一边 女主在家 听到外面传来了一阵 咚咚咚的敲鸡声 顺着猫眼向外望去 只见一位身材曼妙的女子 正在不停地用脑袋 撞击隔壁邻居家的房门 嘴里还一直小声念叨着 我回不了家了 请帮帮我 好心的女主将她请了进来 细问之下才知道 女友兰兰 情敌店面那是分外的眼红 都指责对方是小三 是破坏他们和小超感情的小贱人 女主一气之下 从厨房拿了把刀撞胆 顺便吓唬吓唬对方 但当她回到客厅时 兰兰已经是不见了 而她刚刚站的位置 出现了一滩水渍 女主是心有不甘 这个小三竟然跑了 自己的恶气还没有出 不甘心的女主非要争个输赢 她跑到隔壁去找兰兰理论 但拍了半天的房门 都没有人回应 在偶然间 女主发现了 昨晚小超扔掉的钥匙 赶紧就捡了起来 插入了锁心 果然房门打开了 女主冲了进去 开始疯狂的打砸 发现内心的不满 但很快 女主就感觉到了 情况有些不对劲 这里死一般的沉静 像是很久没有人居住 而更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房门突然自动关闭 接着身后飘过了一个鬼影 女主被这诡异的气氛 弄得神经兮兮 她认为是懒懒 在故意吓唬自己 于是发疯般的 在房间里大吼大叫了起来 让兰兰赶紧出来 不要再装神弄鬼 接着女主到处冲撞 一路跑进了浴室 眼前的一幕 让女主彻底的崩溃了 只见兰兰溺死在了浴缸中 看样子已经是死了一天多 就在此刻 兰兰的鬼魂 出现在了女主的身后 此刻画面开始闪 回到了几个月前 原来女主和小超分手后 小超很快就与兰兰好上 兰兰是一名 在美国纽约读书的大学生 为了爱情 每周坐飞机往返 就为了和小超见上一面 就在前天 兰兰原本计划乘坐飞机 回到位于纽约的学校 而小超不想与她分别 于是两人在房间里不可描述 要说人家大城市的人 是真的会玩 嫌不够刺激 还玩起了捆绑 可小超刚用手铐 将兰兰的双手给反铐上 却发现蜡烛没了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非得用蜡烛 可能是为了节约用电吧 反正涛哥是不懂 总之小超让兰兰 自己下楼去买蜡烛 约定五分钟之后一定回来 就在她刚离开不久 浴缸里的水就满了 听到声音的兰兰跑过去 关水龙头 结果被一只玻璃球滑倒 跌进了沉满水的浴缸中 由于双手被靠束缚的她 根本就站不起来 兰兰就这么被活活的淹死了 画面一转 鬼魂兰兰朝着女主 一步步的逼近 这时小超赶到了这里 他这才知道 兰兰昨天晚上已经死了 小超是无言以对 忽然兰兰用手铐将小超给控制 然后紧紧的抱着她 眼里充满了温存 但小超此刻只想着 带着女主逃离这里 在情急之下 他斩断了兰兰的手臂 带着女主向外跑去 兰兰呆住了 自己痴情一片 完全是因为小超而死 没想到却遭到了如此的对待 兰兰愤怒了 用一股神秘的力量 将渣男小超扔下了楼梯 接着上前扼住了小超的喉咙 他也要让小超尝一尝 被活活憋死的滋味 看着爱人受苦 女主冲上前去 将一切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说都怪自己回来的不是时候 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让小超活下来 兰兰冷笑一声 还真是一个痴情的女子 那我就成全你 然后放开了小超 开始对女主发动攻击 看着心爱的女人 甘愿为了自己而死 小超是终于幡然醒悟 为了救下女主 他开枪自杀 以死谢罪 女主是崩溃了 他将手铐 靠在了自己和小超的手腕上 与小超一同从楼上摔了下去 看着倒在雪坡中的小超 女邻居喃喃自语 我答应过你 不会让他死 影片的最后 女主坐上了去往纽约的飞机 然而真正的女主已经死了 兰兰附身在了女主的肉身上 开始了新的生活 故事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很港式的恐怖短片 虽然反映的是现代故事 但在聊斋志语中 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情节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此外 韩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没事不要扣扣搜搜的 为了省几度店去买什么蜡烛 你看出人命了吧 好了 关注涛哥 明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黑夜的第二个故事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